各位朋友 大家好 早晨 我現在來到這個全警衛體育館 因為今天政府在今天11號 重開了6個流動檢測站給市民 來做採樣檢測的 這6個檢測站就是啟德車站廣場 露天廣場 長沙灣遊樂場 全景衛體育館 粉嶺聯和區遊樂場 天水衛天柏路公園 和屯門湖蝦灣社區中心 這6個檢測站 我第一站就是來到 這個是全景衛體育館這裡 來到這裡 看到這裡很安靜 沒有人的 我先頭就問過那些職員 那些工作人員 他們就說可能今天是第一天重開 所以市民就暫時不知道來這裡 現在這裡是不需要排隊的 直到進去就已經是了 那現在全景衛體育館這裡 現在暫時就是 是不是記者來的 你們是今天8點鐘就開始的了 是不是 我們開10點 開10點啊 10點至10點 我見有些是8點至8點的 每間不同的 每間不同的 那現在我來到就見沒有什麼市民 是不是他們不知道啊 是呀 今早都是小人來 是不是呀 是今早 因為第一天呢 多數會少一點的 哦 第一天 就 政府都已經是通報了的了 那些市民可能暫時不知道的 是 或者晚一點會害怕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我現在呢 就第一站就是這個全景衛體育館這裡 那現在是了 我一直站了這麼久都不見了 那現在有兩位年輕人 那他們就登記了一些資料 那就進去 那很快 這裡 如果各位市民呢 如果是上來做檢測的 那現在呢 那可以 是的 過來這邊先啦 如果是在荃灣區的市民 就可以來這裡 全景衛體育館啦 那 個別有些市民來到這裡 那剛才那位女士呢 就去問了 職員問了很多次的啦 問了是不是 那是很快知道啊 那那些職員回答她呢 就說如果現在人少呢 那結果呢 就應該是很快速的 那如果人多呢 就說不買啦 那好啦 那 是啊 那我再去其他的地點看一下 今天有六個是 這個社區檢測站 是開放給市民來做這個檢測的 OK 那我繼續去下一站先 那就天啊 pm tenga